欢迎大家出席我们的《Don't Just On Live》 今天我们要访问的一个主角在我身边 所以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整个美丽产品 跟事业的见证片 然后我们由今天的主角来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 中午好 我是Richard Tan 来自本乡 听到我的声音吗 大家 可以 应该可以 外面都比较长了一点 好 资云我们今天在一个cafe 是 这样我想请问一下Richard 其实在2009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在2019年在10月5日的时候 可以说Richard是不幸中的大幸兰 中了一场的车祸 当时在那个车祸中 我是被一辆model创飞了 一辆车更严了 就是从第一节目中碰到第三节目中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 就是我在赞助的时候 那个model 驾得很快 好 冲创去了 嗯 所以结果你就小腿 嗯 把我的小腿 创 呃 脆掉那个肚 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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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脆到完 然后起步呢 我的脚呢 本身呢 老师是跟我讲的 当时如果没有一个东西 赶着我 就是把我整个 保护着 保护着我的话呢 我的那只脚是废了的 因为我超过 它废掉了 废了 废了 针子脚没有伤口 针子脚没有伤口 但是它的骨碎也没有说插出 没有 脚 血肉 模糊 这样没有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那个东西 骨折掉的时候 它会出来拿出我们的肉 可是没有 嗯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候 我听说你的手术 也比较容易 也比较轻松 也比较成功 对 当天呢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呢 老师就看了我的那个 脚 我的状况 我的严重性 可以找你的图片吧 那天了 好图片 所以你的 你是骨碎完 整个小腿的骨碎完 但是因为手术 因为穿Compression Pans 没有血肉 血肉模糊 手术很成功 在里面是入多少个螺丝 应该有18厘 Vemis 你整个小腿已经用铁来剃大了 对 长的是20cc 它现在是terminator了 terminator 是21 21cm的铁在里面 Robocop Robocop 对 所以放了10多粒的 嗯 18粒 18粒的螺丝 锁在它的小腿 因为它骨碎了的 这样你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 从这两年 你坐在轮椅上的时候 你是怎样吃用产品 或者是穿裤子 来帮到你的这个 这个 伤口的处理 而且 嗯 整个这边可以看 我的骨 左边的 左边的是脆到我 是 然后镜头在这边 哦 所以整个脚腿都是铁了的 对 哇 好热哦 哈哈 在我的伤口呢 我就知道 因为我本身是很怕伤口 的烂烂的 可是我知道 在第一个星期过后的时候 老大帮我 要清理那个伤口的时候 老大就跟我说 哎 你这个伤口没有发烟很漂亮 很干脆 因为你吃些什么产品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 哦 当时的时候呢 我每天呢 都会吃六包的 虚肉豆 六包虚肉豆 然后 还有 将会二十粒的 蓝爪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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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呢 老实讲 褲子是不能穿 因为有伤口 要包着那个 OK 嗯 那你有wrap 有wrap 拿来包 嗯 因为在医院的时候 我是不能睡 所以 要交 症症 我就 套住 然后呢 在四个星期过后呢 老大已经是跟我讲 我的伤口是 敷衍到很好的 哇 太好了 给他一个 四个星期哦 因为我在那个时候 我才迟到说 诶 许罗豆真的是帮到我 罗豆你讲说 不需要再包了 可是我本身呢 是比较 小心 小心的人 所以我就教他包 那自从我出院的时候 我回到家 我的伤口没有关的时候 我的裤子就一直都在穿了 哇 非常好 所以伤口比较好了 你就穿伤口了 对 所以 Liana 文艳 和我三个 我三个 我三个 然后还有 修院都在线上 所以 Richard我想知道一下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中 医生是本来讲 三个最少六个星期复原 所以 因为一些产品和营养素 对 到今天为止 两年 我看Richard已经可以站起来了 对 可以站起来就好 你小心这个铁 小心 可以站 可以站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所以Richard是两年坐在轮椅上 现在可以站可以走了 那你小心坐回家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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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都在穿裤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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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来 请坐先 请坐 所以 是两年里面的 他 OK 好 所以 Richard现在是已经 可以站可以走 不过认真的来讲 真正股税 不是普通股折 是应该多久才可以 其实 在这个时候 过程我每个月 我每个月之前 有找医生 我一直很记得 附准的 我一直跟Doctor讲 我要走 我要走 6个月 4个月 6个月 要好 其实Doctor跟我讲说 你不要急 不要急 可是这个Doctor很好 在 我还记得在201 2020年的8月的时候 那个已经是过了 要讲近一年了 Doctor才跟我姐姐讲 其实你的弟弟的这个脚呢 是 是 是 救回来的 因为如果 救回来的 他一个 就好像一个东西 他吹了 没有一个东西 改正的时候 没有支撑的时候 人家 扶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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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不对的时候 你的脚就也没去 其实我这个讲的是 救回来 你不要再撞到 下面也是贴 OK 因为其实还会痛了 两年 所以如果大家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真的像Richard讲的 先不急 当然大家可以走的 那个期限都不懂 对 但是要记得营养素多吃 帮助你的脚腹缘 阿罗拉盘子都穿 你没有听话呢 我没有 没有停过 没有一天不穿 哦 今天都戴上阿罗拉盘子 以前我是睡觉是不穿 阿罗拉盘子 我现在睡觉也穿 所以能够做帮忙 脚腹缘的都要去做 不过千万不要心急 不过恭喜他 他在两年时间 已经可以走了 对 可是在那个过程中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是很少去做那个 FICIO 因为那个FICIO的 那个 MCO 不是MCO 那个医生跟我讲 做那个FICIO的 物理治疗 其实物理治疗呢 他看到我穿这条固子 他说 你这个有它的功能 你就不用来做 真的哦 多付那个医生 要整一百块嘛 所以我本身 我本身的这个 物诊呢 我是很少去做 已经整了很多 是 我也是明白 因为这几年其实是因为 这个疫情的缘故 也不太方便去做物理治疗 幸好有这个裤子在挡住 对 真的是恭喜你 那我也知道 你知道曾经一路在论语上的时候 Richard是爆胖了吧 胖很多 很多 但是你现在总共瘦了几公斤 我瘦了十二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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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六公斤 八十六公斤 我记得八十六公斤 现在剩多少公斤 七十四公斤 七十四公斤 其实肥胖对你的脚的痊愈 有没有影响 有 人生意 很没有那个 你要动都不能动 很难 很难就好像很笨重 身体 笨重 然后就是刚好我们公司 有推动那个slanggo be fit的package be fit的package slanggo 那我就用六月开始 五月是四月乱生 我是六月开始吃 我用三个月的时间 瘦了十二公斤 六月吃到九月瘦了十二公斤 然后有吃slanggo 加上slanggo 有 一定要吃slanggo 刚才我听你分享 原来脚在有问题的时候 确实身体体重要减轻 如果你没有减轻 那个脚的复原度 会越来越满 有一次你去帮我 bisio的时候 bisio的咋 bisio的咋 bisio的咋咋 你要瘦下来 你要瘦下来 真的我突然间就帮胖了 是是是 非常好 可能在论语上的时候 没有什么机会有的运动 所以恭喜你 因为Arapens的一类的产品 不只瘦下来的健康下 还在两年时间 鼓碎放了18颗螺丝 21个cm的铁 竟然还是一样可以行动自如 不过暂时还是使用这个拐杖 因为 for support 高低度 高低度 不小心被人家碰到 是 让人家收衣 是是 哪个拐杖确实 人家会比较注意 没有这样容易撞到 这样我也想明白一下 两年 以前的Richard是做些什么事业的生意 我本来是做传统服装业的 是 还记得我装饰那个时候 就是被装的时候 被装的时候是年尾 年尾 最好生意的时候 对对 如果在做传统生意服装 是在年尾最好生意的时候 我又装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办的 没有做生意 对 对 那个时候我是一手包办的 一手包办 那是你的生意拼法 对对 然后接下来 在三个月过后 就遇到我们的医情 如果是传统生意 我就 那个时候的我是 很可怜 很可怜 不是很可怜 我时常我的mentor讲的 那时候你一定要 pick check 是 因为在传统生意上 当你遇上了一个车祸 坐在轮椅上 或你都很难去干 对 更不用讲去做生意 然后遇上MCO 更加没有生意做 对 因为我做生意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除非做仙长 对 那个时候你都知道 要面对那个 污租 租金 租金 对 租金 然后你拿货 要整理人家的账目 以前我去店他整天要干货 如果是坐在轮椅上 这个工作 应该做不到了 根本不能 就算他做线上好 他要自己去包货 出货 这个对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 不是太容易 这样收入就会受影响 对 他还有母亲要养 对 有母亲 我可以知道一下BE的事业 怎样帮助你在这两年时间 就算是坐在轮椅上 他是怎样帮得到你 很感恩呢 就是在我之前呢 选对的平台在BE 当然每个事情呢 都要提早我们做好的选择 对做对选择 对做对选择 我们都讲嘛 做来做BE呢 大家都要用三三五年的时间来 选择我们 就是 Richard很感恩 很幸运 就是遇到我们的这个 mentor 提早的给我们的这个 铺路 所以呢 在这个两二十五个月里面呢 二十五个月了 这样快 Richard的收入呢 是免费影响 嗯 而且还是非常可观的 可观的 consistent的 五位数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如果家里有老人 孩子有重事情 如果孩子的收入有问题 身体上又有状况 我相信 身为老孩子的人呢 他们一定不放心 老妈妈 老妈妈 他们一定不放心的 是 所以真的在这二十多个月时间 虽然坐在论语上 但是BE的事业呢 仍然给我们的Richard consistent income beautiful handsome income 光合二十五个月 对 让你放心 可是我是讲 对 可是在这边讲啊 在做BE的呢 不是一个人 因为我们有团队 有团队 有团队一群人 他们自己可以 也像我们这样 可以在pew下去 嗯 如果传统生意 是根本不能啊 不能复制 是 而且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 其实Richard 是在坐在论语上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 坐在论语上 而且呢 当他坐在论语上之后 那是很胖 很胖 但是他当时呢 其实有一直去做业的 帮很多的人 所以他是这样子在做业的 我给大家看看一下 所以BE的事业 在他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仍然很群力 没有放弃 因为他觉得坐在论语上 就可以用声音去帮更多人 他对产品 因为产品帮了他的健康 帮了他的脚 然后BE又帮了他的那个收入 所以他不断的去做分享 Richard是一个非常群力的人 从我第一年认识他才已经是这样子 所以他甚至是坐在论语上上课 坐在论语上上课 去帮人 所以这个意思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个事业 虽然他在行动不变的时候 依然可以继续学习成长 因为跟着公司的脚步 跟着公司的安排 我们都不会用自己 没有那个方法去做 我们只是跟着公司的安排 我们跟着上课 做一些的活动而已 非常好 所以又就带动组织 陪同作业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 就可以丢一个国际事业 建筑也开了不少不同国家的事业 在这25个月 所以再次恭喜Richard 因为产品而静抗起来 然后还因为彼此业 所以我在这边放一个视频 给大家看Richard 已经可以赞助很久了 这个视频 来 很难播 Richard已经那天可以完全赞助 在舞台上讲了多久 等10分钟到15分钟 这个是他遇到车祸的情景 其实我看到这张照片 那时候我很感触啊 我还以为我真的 没有这么快可以 完完整整的赞助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真的 而且Richard在这两年不能走 坐在路级上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艺术的人 他曾经一度无数次的消极 但是因为BE的积极环境 因为人在不能走的时候 确实一直会觉得 我会不会一辈子都不能走 对 有那个感觉就是说 做这个不幸的东西 在我们身上 什么时候 能走回 然后那天看到 那天看到 那天看到 Mentor给我这张照片的时候 真的寄来晚的 缠载这么久 他可以赞助这么久 所以我们实际上讲 选择真的是很重要 选择是很重要 虽然我放弃了我26年的传统生意 在这个4年里面 我看到26年里面 没有我4年里面得到的仇悔 这个是真的我一生无悔 我可以做这个决定 然后在这个4年真的 短短的4年给我看到 我要的东西是超越过我以前所想的 现在得到的就是比你以前所需要更多 对对对 所以恭喜你了 所以真的实在是 谢谢VE这几位 谢谢所有VE的Founders 还有兄弟姐妹他们的鼓励 对对对对 很多的RCCA在街上也祝福你 真的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VE的一家人 是是 如果没有VE 这个家庭 真的 Richard不是 我也不想得 Richard会是怎样 如果意义上这个 不幸的策划 是 Richard曾经在做这轮与出息活动 所遇见了我们的RCCA 泰智军的来人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螃蟹都一直在鼓励他 祝福他 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求餐着的 我要不要去的 因为我坐着轮椅嘛 我会觉得坐在轮椅 是一个很尴尬 又不方便 又被人家推 其实坐在轮椅被人家推的 那个感觉是 真的不好做 然后 就是 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 Mental跟我讲 我们导致他讲 你的脚受伤不了 你的思想没有受伤 你的手没有受伤 要出来活动 帮更多人 所以 真的被Mental的鼓励 我真的走出来 嗯 而且再次也恭喜我们的Richard 在这段时间里面 虽然是坐在轮椅上受伤了 但是透过产品健康之外 BCE得到很漂亮的那个收入之外 其实在这段时间他才变了 几个RCA 几个 几个体制的人 领续的一起坐上来 所以再次恭喜Richard 所以结束我们这个Live之前 再次在这里恭喜所有的人 我们希望如果真的不幸 我们遇上任何一个意外 请让给自己多一点信心 不要与其怨天由人 导不着找方法 让自己更快的痊愈 或者是 虽然不敢讲一定可以走 但是 可以不可以让自己更加快乐的 积极真面的去面对 千万不要放弃 对 老师讲 在V1这个家庭 你没有机会去消极 没有机会去消极 因为 对 在这个MCO的时候 你也没有机会去消极 因为我们的活动真的是 让我们没有机会去消极 就是一直前进 一直前进 对对 一灵告诉你 好人一生平安 我们希望在线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平平安安的 无论是疫情也好 任何不小心出入处 总之一生平安真的是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了 所以如果真的不幸真的遇上的话也不要紧 让你身边的人可以伸出援手 好好地帮你一把 千万要记得像Richard这样选择积极面对 还是会有好事发生的 所以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我们今天拉着到这里 拜拜 睡觉 拜拜